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不进根定理的应用 首先呢他说呢 以致这个1-√3 它是这一个四次方程式的一个根 那么 我们观察这个四次方程式 它全部的系数呢 通通都是实数 实数也是有理数 实数也都是有理数 那所以呢 这个满足不进根的条件 那因此呢我们知道说呢 这个1加√3 也是这个方程式的一根 它也是这个方程式的一个根 好那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圆方程式 这个x四次方 减掉x三次 减掉这个2x平方 减掉6x减4 我们就可以把它假设成什么呢 假设它可以因式分解 把它拆成这个x减掉 它的一个根是1-√3 那另外呢 x呢减掉 这个1加√3 拆第二个因式出来 然后呢 然后呢再乘上这个q of x 好再乘上这个q of x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3 那么 假设它可以拆成这两个因式出来 那因此呢 它的两个根呢 就是1-√3 1加√3 那接下来我们就从这边出发 我们一样就是先把这个x减掉1呢 看成是a 然后把根号3看成是b 那这里呢 你在去括号的时候 把x减1呢 看成是a 然后这边后面是减根号3 然后这边是q of x 好那么 我们把它注记一下 就是这个把它看成是a 因此这边是a减掉b 那这边把它看成是a 然后这边是变成了a加b 对不起 刚才这边忘记变号了 这里呢 你在去括号的时候呢 必须要变正的 那这边后面这边呢 它就是去括号的时候呢 这边变成减的 因此这边变成了a减b 好那这边前面是a加b 好那么a加b a减b呢 它就变成了a平方减b平方 好这个a平方减掉 这个b平方 b是根号3 好把平方 好再乘上这个q of x 好那所以你这个全部拆开以后呢 这边变成a平方减掉2x 加上1 好然后再减掉呢 根号3的平方呢 就是3 好然后再乘上这个q of x 好那所以合并 以合并常数项 好这边就变成a平方减2x 好那这个a减3就变成-2了 好那这边是q of x 好那做到这里来的时候 怎么样去求q of x呢 就是使用一个长除法 我们把这个除法做在这边 首先呢先把这边这个系数分离下来 这个1-1-2-6 再减4 把这系数分离出来 然后呢跟这个相除 跟这个x平方减2x减2 那它的系数是1减2减2 然后呢我们就下去呢做除法 那这边首先上1 那这边就变1减2减2 好接下来呢相减 这负1减2呢变成正1 负2减2变0 那把这个负6落下来 那接下来呢这边还是上1 那这个变成1减2减2 那这个接下来相减 0减2变成2 负6减2减4 接下来这边是负4落下来 那接下来呢这边呢我们要上正2 所以这边就变成2减4减4 好那因此呢 这个q of x呢就这样子把它求出来了 这个东西呢就是q of x 也就是这个除法的三 好这个三 好那么因此呢我们把这个呢填过来 这边就变成了x平方减2x减2 然后乘上这个q of x 这q of x是x平方 加上x呢再加上这个2 再加上这个2 好那么这个题目呢做到这里来的时候 那么我们就知道说呢 原来的这个4次4 它可以分解成这两个相减 再乘上这个q of x 我们把它写下来 就是x减掉这个1减根号3 然后乘上呢这个x呢 减掉这个1加根号3 好那另外呢还要再乘上一个这个 x平方呢加上这个x呢再加上2 好那么这个方程式 它0它等于0 那所以呢既然这四个乘起来等于0 那所以呢我们就得到呢 它的这个根 它的这个四个根呢 好就分别是呢 1减根号3 另外呢1加根号3 另外呢还有呢就是这边呢 x平方加x呢加上2呢 它会等于0 那x平方加x加2等于0 这是一个2次4嘛 我们把它做在这边 x平方加x加上2呢 它等于0 那所以呢这个由公式解 我们可以得到这个x 因为它这里不能交叉相乘因 是分解的 所以你要使用公式 那公式呢它是2a a是1嘛 b是1 c 好所以这个2a是2 分之负b 负b就是负1 然后加减根号呢 b平方减4ac 这个b是1 所以b平方也是1 减掉4ac 4乘上a a是1 c是2 所以变成分母里面呢 是根号1减掉8 1减8呢就负7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写成负1 加减根号负7 那根号负7的话呢 就是 根号7i 所以你再把它处理一下 它这边就变成 2分之负1 加减根号7i 根号7i 那因此我们知道 它这第三个根呢 就是2分之负1 减掉根号7i 那第四个根呢 就是2分之负1 再加上根号7i 再加根号7i 好 所以这个例题呢 它跟我们讲一件事情呢 就是呢 如果呢 你拿到一个这个 假设它的系数呢 全部都是有理数的话 那么满足不进根的条件 那如果我们又知道说呢 这个像这个1减根号 好像这个alpha加减根号负打 它减的是它的一个根的话 那这边如果加的话呢 它也是它的一个根 也是它的一个根 那有两个根之后呢 你再下去把这两个根 形成的这个 把x减掉这两个根 形成的这个因式 下去跟原来这个函数 相除 那把这个相除出来 因为你知道两个根的话呢 等于是这个方程式 它就降了两个次方了 从4次降成两次 那降成两次之后呢 然后你再看看呢 这个剩下的这个方程式呢 看使用这个 高斯定理 下去再去找它的一个根 或者是它已经降成2次的话呢 就直接使用